現在呢我們就馬上來試一下 那麼這裡呢 我現在有兩台網路攝影機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看 老師呢 待會呢 您進到我們簡報的第四頁 簡報的第四頁 那個右下角那裡 有沒有我們的虛擬聖盆呢 編輯相關素材 那也有幾個是我 就是我們農工 我多做 多做兩個 多做兩個 你們都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那我先從這個地方 點開 在簡報的第四頁 簡報第四頁裡面 右下角有一個超連結 大家找到之後呢 裡面我有分成幾個目錄 一個是背景圖 有沒有 裡面有個背景圖 你點進去 有一個我們 園林農工的 在這裡 在這邊 所以你如果需要 你就按右鍵把它下載下來就好 就是 你到那個背景圖裡面 你可以找到我們今天的 也許不在第一張 在那個背景圖的目錄 也許在比較下面 跟那個你的排序有關係 所以我把它先下載下來 沒關係 老師你先看我demo就好 等一下你在自行操作 我先做一次給你看 那我現在下載好了 我就可以按著這個 有沒有 我現在按著這個 下載的 我就拉拉拉拉 拉到這邊丟上來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我用拖曳的就好了 好再來 不好意思 桌子我也有帶 所以我的PNG透明圖 這裡 我有自己帶講桌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下載好了 一樣按著它 丟進來 你看我們PNG是不是就這麼方便 對不對 去背好的 你看 為了讓它好看一點 我有做倒影 哈哈哈哈 這樣頭看 比較乾淨對不對 哈哈 那如果我需要老師協助 好我們就找這一張 剛剛 有沒有老師我們就進來裡面 站在旁邊觀客 哈哈哈哈 那一樣可以用嘛 那現在我要把我的視訊加進去 好 我要把我的視訊加進去 所以 這個就沒辦法用鋪一的 所以我就必須要從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進到OBS裡面 您看到左手邊 這裡是不是叫場景 你簡單來講 你可以把它當作叫攝影棚 好 我這是哪一門客 我就是那一門客的攝影棚 我今天進到不同的場景 就是不同 不同的課程 的安排 那每一堂課程裡面 它會有一個叫來源 就是放在這個 課程裡面的倒景布具 那些布景的那個 內容 所以 從這邊加號 你就可以增加 我們的一些內容 像圖片我 或者是影片 我都是直接丟進來比較快 那麼我們如果是 攝影機的 就是有一個叫視訊擷取裝置 因為它沒辦法用丟的 只能從這邊選 好我再這邊選一下 那它會跟你講 你要叫這個攝影機什麼名字 你可以用預設的 我就按確定 接著呢它會幫你找找 喔 因為我現在這邊呢 有兩台攝影機 有沒有 應該講算三台 為什麼 因為OBS是自己的一台 對 所以我們剛裝完OBS之後 它有一台叫虛擬攝影機 那我現在就找我上面這一台 有沒有我的畫面就出來了 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它已經進到我的場景裡面來了 已經進到這邊了 那我只要按一下確定 現在呢 我就可以拿過來 那拿過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就要站在我的講座後面 所以我們在左下角這個圖層 這個來源 它就像我們的圖層一樣 你可以有調整順序 有沒有可以這樣往上往下 是不是有一條黑黑的線 你就知道說你現在圖層位置 像我擺到下面啦 有沒有都坐到後面去了 就圖層的順序齁 那麼在這邊呢 當然大小 你可以自行調整 你要比較大隻比較小隻 你可以自行調整 再來就是 這個過程裡面 有可能 萬一啦 如果說我坐下來 那我可能這邊 真的沒有辦法遮到 怎麼辦 我會搭配一個快速鍵 拿一個快速鍵 我現在按下去 有顯示出來 有看到 Alt 我就可以做一個裁切的動作 有沒有發現我畫面可以裁切 就是萬一你的綠幕真的沒有辦法滿板了之後 你可以稍微裁切一下 這樣就可以減少 就是你攝影機的那個範圍 好 那我現在呢 就只好 蹲低一點 哈哈 來 就像這樣 我是不是已經在裡面了 老師平常上課 沒關係 主任沒關係 我這樣 我平常都是戰鬥三課 你不知道我平常三課都這樣 哈哈 我們比較有彈性一點 哈哈 好 像這樣子 那我現在是要把我後面的綠幕去掉 好 所以 我們看一下下面 我點到這一個之後 下面有沒有叫濾鏡 其實他的做法跟我們一般用威力導演 會成會那種後製是一樣的 只不過做的叫即時的 那你看我把它按下濾鏡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 下面有一個叫特效濾鏡 在這邊 你按一個加號 這個時候你找倒數第四個 一二三四 不好意思 我算過很多次之後 我發現 我如果講色度鍵 所有人還是會找不到 只有用數字大家比較好找 哈哈 倒數第四個 好 按下去 好 確定 你來看一下 預設 他就是幫我們用什麼 是不是用綠幕 你也可以選擇藍幕 那我可以跟老師問一下嗎 請問 為什麼要用這兩種顏色 拍人才要用這兩種顏色 拍東西就沒有這個限制 但是我現在發現 因為大家有口罩 是有一些綠色的 所以有些人戴口罩的時候 那個也會去掉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那我現在呢 剛剛講真是即時的 所以你看我把它拉過來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已經去掉一部分 但是還沒去得很乾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做一些微調 那我們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它都是像這樣即時的 我就會拉到旁邊 好 我邊調整就可以怎麼樣 邊看 好你可以現在看到我右手邊還有點綠綠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要調的主要就是這裡 第一個就是相似性 好你先調這個 這是最重要 第二個平滑度 就是我們人的邊緣 人的邊緣 有時候是去不乾淨 所以平滑度是調邊緣 再來建設溢出 第三個 我們調這個 是你的什麼 飽和度 就是色彩的飽和度 那你調的時候 照這個順序調 你不要隨便 隨便跳著調 這樣效果會比較差 好就先從第一個 那你先從第一個呢 你看我把相似性 我把相似性再拉高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我後面的綠幕變少了 可是我做太多 有沒有人就半透明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發現你的螢幕上面像這樣會有點夾夾西有沒有 這就表示說你的影去的太多 這樣了解 所以我在這邊再把它拉回來一點 拉回來一點 好這樣是不是好一點了 再來我們平滑度 以我現在來講 我的身體的顏色 衣服 皮膚顏色跟後面事實上是差比較多 所以還好 不會有那個就是 就是去不乾淨的 如果有的 你可以再搭配一下平滑度 一樣的去太多還是會怎麼樣 人會消失喔 所以你可以再看一下 再回來再回來一點 這樣好一點的有沒有 那麼下面這個建設一出 如果你想要拍抹片的 有沒有感覺變抹片 往左邊 就會恢復到你原本的 喔你看我恢復太多 有沒有感覺我後面那個綠幕又出來一點了 所以我就可以再調一下 再調一下 好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我就可以關閉 那這個時候 上面這裡有沒有發現這裡沒去到 Alt按著 把它拿下來 所以這個課上完之後我功力會增加很多 哈哈哈哈 有感覺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 來 有沒有看到我們右下角這裡 欸 好 哈哈 跑到另外一個螢幕了 來 回來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開始串流 這就直播 如果你想不開 你可以按下去 哈哈哈哈 沒有看 像我們現在沒有設定 所以不會直播啦 那錄影就從這裡 對不對 你看還有一個 有沒有啟動虛擬攝影機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場景OK了 那我想要把它當作是 我的開會的時候的 那個視訊畫面 那你就不用再開什麼 我共享螢幕了 因為你的視訊就是 就是你的上課場所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先按開始錄制 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我們把 這整個畫面就錄下來 所以就看您在這裡面 開始做講解的動作 當然如果您覺得啦 這樣子還有點寂寞的話 您可以這樣子 我裡面 也有準備藍綠幕的影片 就是您剛剛找的是背景圖 對不對 我這裡有藍綠幕影片 所以如果說 您可能 還沒有自己有 這個綠幕 或藍幕 那你可以從這邊找 點進來 我有準備一些 之前上課的 這些同學我都跟他講 比較抱歉一點 因為上過一次課 就要永遠上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看 你要哪一個 哪一個 好我點到他 按右鍵 下載也可以 好或者是呢 今天終於有比較不冷了 對不對 可不可以自己加一點煙進來 我用這個 好了 先讓同學休息一下 好 你看這裡 我把它下載下來 OK 好 下載好了 一樣我用拖曳的 按著拉拉拉 放到這裡來 進來 這樣有沒有煙就進來了 煙就進來了 那當然大小你可以直接調整一下 好 但是這樣子就把我們擋住了 對不對 所以去 藍綠幕房子都一樣 一樣 找到這個地方 濾鏡 所以如果等一下我們直接在後面那個 你也可以這樣拍好 放進來 這樣也是OK 你看一樣照濾鏡 特效濾鏡 可是照片我們通常就直接去備好了 就不需要他幫忙了 來 你看一下後面 有沒有消失了 對不對 可是 你現在看起來有沒有感覺 還有點綠綠的 你們螢幕上比較看不出來 我這邊看畫來就很綠綠的 所以我就會搭配剛剛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哪一個是調整 彩度的 是不是第三個 叫建設溢出 我就跟他講 不然你就把我全部變黑白就好了 因為煙就是黑白的而已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我這樣做過之後 來 那稍微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如果是放影片到OBS 他預設是播一次就會怎麼樣 就停止了 所以你會發現煙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我到這個地方屬性按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循環 你只要把這個勾起來 那一段影片就可以繼續的不斷的循環播放 這個是我們用影片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所以現在呢你看下面這個 我把它拿到後面來 我把它拿到後面來 有沒有煙又繼續出來了 這樣就有了 對不對 這個要自己來 因為煙很大的時候要自己來 這樣了解的齁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拍片現場也是類似像這樣子 你不可能在現場去燒這個煙 因為這樣沒辦法演氣啊 所以能夠做後製的 我們就透過後製 是不是就直接這樣去做就好了 這樣你大概了解 來你看我就把它錄好囉 老師不用擔心 我只是先demo一次 等一下我們會讓各位 就是實際 操作一次 應該說會操作好幾次 絕對要讓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我就把它停止錄製 好現在我停止錄製好之後 我怎麼知道它錄在哪裡 在這邊 您看到鎖上角 我把整個流程 錄的流程告訴你 在這邊 檔案有一個顯示錄影 它預設錄好了 會放在我們的那個 我的文件夾裡面的影片 所以按進去 你會發現 有沒有打開的 但是呢 你的電腦能不能播 不見得能夠播 要看你的電腦有沒有 裝那個適當的播放程式 因為呢 它預設的這個檔案格式 叫做MKV MKV 那有的電腦 像這一台 有裝適當的播放程式 可以直接打開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OBS 本身就有 幫你做一個轉檔的程式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轉換成什麼 MP4 所以您看 我到左上角這個地方 檔案 有沒有叫重新封裝 它就幫我們把 你現在錄好的這個影片 我從這邊點一下 找到我們剛剛這段影片 您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 當然我錄出來 轉出來就是MP4 直接把它重新封裝 但是不好意思喔 老師 來不及喝咖啡 因為以下就好了 因為它只是做一個格式轉換 很快很快 所以呢 這樣子 如果你的電腦 可能剛剛是沒辦法播的 它會在原來的地方 又產生一個 這個就是MP4的格式 那我們錄下來 就是我們中間的畫面而已 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就是我們中間的畫面 所以現在就看老師 你這樣的場景會了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什麼 你的教材 要怎麼放到裡面來 對不對 怎麼樣跟你的這個場景做結合 那當然如果老師真的是遠距的時候 也可以把遠距的同學叫進來 透過LINE LINE的畫面可不可以裝在電腦上 兩個人通訊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他的畫面 就秀到我們的虛擬震口裡面去 也是可以 也可以像這樣做 所以這樣子呢 老師對於就是整個的 這個錄影的流程 有沒有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OK齁 現在大家準備好 要進去的嗎 進虛擬震口 找到號 OK